是怎么摔盘子砸完 然后插着腰吼那种 没有 合同是吼 那个不成就是冷战 就是反正我不高兴 一摔脸子 那问题是 他哪知道是他哪做错了 还是你在单位里 碰到什么事了 不不 永远不会是他有做错的地方 倒不会 我不是说都这么崇拜他 或者怎么样 因为他在家里要干什么 我都愁上 而且回来不高兴 啪脸一掉 你还在问我 对了 一般情况下他都会知道的 他都会知道 肯定是单位的不顺心了 或者在外面有什么不愉快了 不都已经调度 不挺牛的了吗 那倒不 你面对的这些人不行 那都会碰到什么事 你派车他不走 路上没有什么事 他给你掉腰子 不按点来 但是你这个调度的时间 是有限的 你不能超过多少分钟 那会算成事故的 你跟他们吼呀 也吼啊 吼拍桌子瞪眼 追出去指着 但是慢慢的就学会了 就圆化了 就是看人下菜碟了 就是看见你 好说话 好欺负 有点什么 就找你 看见您 就说 哎呀 那个师父你好啊 您辛苦了 说这么商量的口气来 把他哄美了 才走了 用他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问题就好了 这是为你老公教你的 也是从实践当中来的吧 你不是说你在外面 都不敢大声说话吗 刚才说 刚开始干这个 因为小的时候 孩子上到四年级 五年级的时候 都是我一直在家带 完了过后呢 我就找了个工作 因为他大了嘛 都能完全都可以了 就是当那个售票员 那会儿得上下车服务 面对一车的乘客 你得扶好账好 什么买票啊 什么的 或者您到哪儿啊 怎么样的 张不开口 觉得对着一车的陌生人 挠头怎么办啊 回家发愁 就跟我们家先生说 他非常可笑 他就说这么一个 说这又什么呀 你就只当他 他们这都是我 你怎么跟我 那么来劲呢 完了还有 后来也有师父带嘛 那会儿都有师父嘛 完了慢慢的 你要干 你除非不干了 说我受不了这个苦 我也受不了这委屈 我不干了 后来想想 你不干了 你能干什么去啊 那会儿 我意思 查票 查票 都干这 说明您事业做得很好 从一个小售票员 最后做成了调度 对吧 把所有这些大佬爷们 都调度得很好 对 我们公交调度员 等于就是 真正有本事的人看不上 怂人你还真干不了 就是这么一个职业 而且这个职业就是 练就了我 就是有一双看人的眼睛吧 就是坐在一起聊聊天 说什么 不敢说多深入 三四分我就能知道 您这是个脾气秉性啊 而且倒在这一个车队 就是这些人 也就知道家里的 不能说夫妻关系什么样 什么什么这样 最起码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你在一个站点 尤其是司机师傅的精神状态 你一定要仔细观察的 因为他掌握着方向盘 是一车人的安全 对 对不对 他今天来了 就看他不像往常似的 跟你张天儿 逗两句或什么 今天为什么不说话 你叫旁敲侧击 因为那会儿 还有售票员的嘛 不像现在车上没有了 就会问 老李今天怎么了 不舒服了 还是怎么了 像有的师傅 有糖尿病或什么 他堵车 咱们都知道 堵车他就很长时间 过来饿了 容易犯低血糖 那么咱们就要细心一点 准备一些小点心 女孩子本身 我不爱吃零食 但是我们调度员 就是随时都能够 吃到好多好东西 就拿着就给师傅 就说师傅 说您看您半天了 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您点摸一口 一会儿还得马上走 你别到时候低血糖犯了 咱这路上可得注意安全 这么贴心的调度 干起活了 就有动力 慢慢的不就是从 步行倒行 不是说你坐到这个位置了 你就是老大了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不是这样的 所以您的工作 一定做得是特别好的 还行吧 我退休了 还当了分公司的 优秀党员代表呢 对 所以我很自豪 也是 这确实适合干 他能干到退休 有的还真干不了 你就说 像你真的 让你长年干 你还真干不了 所以他一看就知道 我是个好欺负的 对不对 沐老师就得哄着点 到王老师那儿就得 撑胸倒地 对 是吧 还是挺厉害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你说的对 基本也是这样的 对 那我就没看走眼 我们仨也就是这样的 那我就找软狮子你 我就亲你 我一听您开始说这个 闹脾气 其实我觉得 您是用这个 来唤起老公的注意 我想您老公 作为一个警察 他是特别懂心理学的 因为我们演警察的时候 就眼神就一个 就是永远带问号 跟朋友说话 他永远是那种 有个问号 审视的那种 那种 因为他的神态 就是他的职业属性 但对您呢 人家应该是门清了 一来他就知道 怎么哄您 那么他的状态 也影响到您 所以您今天看人 那么准确 跟先生的那个 是有一定影响的 也是在心理学上分析 从行为表情状态 证明您有特殊的 让您先生 特别喜欢的地方 所以他才能长期的 让一个女人 去这么耍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是最智慧的一点 是开始自省了 开始去学习了 这是您特别大的优势 您是多大认识的 您这个王夫的 18岁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他耍吗 因为他认的时候 他是个孩子 他就是小姑娘 对啊 所以我就一路耍 他要是28认识的呢 他不可能耍 对不对 你28咱俩介绍认识 你还耍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有的人 你会觉得 这两个人 怎么那么黏糊 就他们两个人 真的是少年夫妻 是吧 所以他是不一样的 在家里应该也是 挺幸福的 你们两人 是 是吧 是 因为后十年 他的身体 就是因为有病了嘛 所以我就不让他 操心家里的这些 所谓的锁事了 就是啊 你干好你的工作 保持你心情愉快 就OK了 家里大事 我肯定会跟你说 但是一些小小不言的 像老人生日啊 孩子啊 什么 有点什么事啊 我能做的 那不就是 夫妻一体 讲的是什么 不就是在这种时候 才能体现出来吗 我就替你做到了 也就是这样了 这点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的 因为其实这个孩子本身就很费心 然后两边的老人 你都要照顾着 然后两边应该还有亲戚 都是北京人 对吧 对 就是这样 就所有这些都要在你脑子里 差不多吧 他现在是走了多久了 三年了 三年的时间 说句实话 头两年都不怎么走得出来 他刚走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害怕晚上回家 白天出去也没关系 就是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要回家 因为一到晚上 就是所有的小区的灯都亮了 我就会特别的 就自己委屈自己 说没有一盏灯 是等我回来的 嗯 就就就就那样 那时候不能跟儿子先去 一起生活几年吗 我们门对门 我一踢两户 就一踢两户 就是我当初要这房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不能够在一起 也不能离太远 因为以后有孙辈 以后有我老的时候 你这样照顾的会很好 两边一关门 各过各的 都是各自的世界 如果真有事了 你拿手机一叫就来了 我觉得这样 嗯 所以我也不想打扰他们 其实身边还是有人的 儿子离你那么近的 对对对 但是我不会 我跟他们说过 我说人有生老病死 吃无故砸粮 你不能说我永远 好好的是怎么样 但是我能够努力争取 七十岁以前 不麻烦你们 我有这个信心 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有什么基础病啊 什么的 身体都很健康 看说话 这底气比我还足呢 这肯定是身体特别好 对 但爱人虽去亲情未了 这个亲情一定不是跟你自己父母那边 是吧 我老公公 对 因为我老公公是一个 讲真是一个挺可怜的人 因为他不到六十的时候 我们老婆婆去世了 等于中年丧妻吧 完了之后紧跟着就是 我们小叔子也去世了 老年丧子 而且还不是丧一次 这三年前 我老公也去世了 我不管是在他病床前给他的承诺 还是我自己的本心 我就是觉得 他走了 我得替他 最起码把老人养老送终 因为老人不跟我生活 一直是小叔子 他们结婚的时候 就跟老人在一起 我弟妹也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小叔子去世的时候 弟妹才34岁 等于他就是抚养着老人 带着那会才六岁的孩子 就跟其实刚才这个 对 宋先生有点像 对 这么多年 他也没说丢下孩子和老人走 咱们不是封建家庭 你也左右不了人家 如果人家要迈走一步 你就得欢送 谈不上欢送就是 你不能阻拦 他要留下 他要很年轻 对 我和我先生当初就说过这个话题 因为他还很年轻 三十多岁 就说如果他要是往前迈一步 带孩子走 咱们也不能拦着 因为那是妈 如果他要是不带 那么老人和孩子 我就等于多个儿子 你们是连他的儿子 你说都可以接受是吧 对 但是不是侄子 就是这样 真了不起 不是了不起 真是就是觉得一家人 真是挺好 所以其实你刚才 也是能理解宋先生 他做那决定 带着自己的老丈母娘 和自己的孩子 对 我很亲爱他 真是很亲像 老师说的 就是说 我们在底下看的时候 也竖大拇指 就跟您一样 孩子那么大 孙子都有了 这很正常 他疙瘩断 这事过那么多年了 到他儿子都不愿意 他疙瘩断 还有亲情 但是我觉得我弟妹 还不如我 我还迈出了这一步 你下次回去欠欠他 你再选择找到了 就给他打了一个样 然后他也可以来选择 是这样 是吧 但我看您的择偶要求 要高个子 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 不是娇小玲珑的那种 江南女子柔弱的那样子的 我有我们东北女人的这种风范 你不是北京的吗 但是我的姑姑 爷爷奶奶 包括我父亲 我母亲是老北京 我父亲是沈阳 当年他考到那个鲁迅美专 就是咱们那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吧 等于考到北京来 就跟整个学院签到北京 完了和我母亲结婚 我们是这样 但是我骨子里头应当 应当是那儿那边吧 就配重于那边 还有点那个泼辣劲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高个子要多高啊 在您的心目当中 一米八以上吗 那倒不 反正得比我高 你我看不矮啊 一米六四吧 一米六四吧 我穿上个高个鞋 就一米六六 一米六七 总之你也得在一米七五以上吧 一米七五以上 对 除了个子还有什么要求 要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吧 我希望是这样的 我个人的感觉啊 我说句就是不好听的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要再找这个 你给我一张床 给我一碗饭 是我最低的标准了 就是这样 但我说上去 你也有房子 就为什么不考虑说 如果这个人好或合适 住到你那儿去 我可能现在还在考虑 我儿子的感受 我孩子的感受 对对对 是这样的 那你跟他说了吗 你在找这事 在找这个事 他倒可能 他是不反对的 现在的年轻人 有几个说死拽着 说不行 怎么样怎么样的 想支持就行 就是这样 还有呢 是不是一定要是北京人 所以说 是不是 最起码他在北京 应该有固定的工作 他有房 他就应该在北京 能扎下根吧 完了 喜好 我们俩得相同吧 你喜欢什么呀 我其实就是想出去走一走 因为那么多年工作呀 什么的 也没有机会 后来因为先生有病嘛 你也不能说丢下他 我就自己玩去了 也有过 但是很短 这个不难 这个不难 我喜欢的是 如果去国外 我们抱团什么的 两人是个伴 在国内 如果不是去新疆 西藏 云南这么远 这么大的地方 我们都要自由行 就是咱俩收拾收拾就走了 到重庆 到成都啊 到西安啊 这种地方 住下 吃吃美食 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 住个高兴了 住个三五天 不高兴了 说玩两天没意思 回来 所以您还真的找一个 岁数不能太大 身体要好 然后能跟着您到处走 你会开车吗 我会开 那好 很多先生特别喜欢 找一位会开车的女士 俩人开车 不会很累 对 自驾游也可以 对 给您看看 下一位先生的基本条件 但刚才我看到 他亮出来的条件 他没有房子 显示他是在租房 他的年龄是多大 好像是四十多 年龄 他的职业 职业 因为他现在还很年轻 做金融投资 做金融投资的 你还可以挑一个 您感兴趣的 子女 不 身高体重 您对个头比较在意 但是他这个年龄 已经让我往而却步了 对 这个是比较多 就我不管他的身高 有多么的标准 多么的符合我的本意 如果他没孩子 还好说 有孩子也会很小 所以更不能考虑了 我们看看有没有孩子 还真没孩子 那他像他这样的话 他肯定想要孩子的四十五 这东西也是双向选择的 那您怎么想 他现在这种条件 四十五岁 本科学历 做金融投资的 目前在北京 应该是没有房子 租房 没有孩子 建还是不建 两位老师给点意见 我觉得不用建了吧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梦想是夕阳红 是吧 两个人都退休了 然后一起手拉手 是吧 然后出去旅行 出去玩去 那我们知道四十五岁 可能在职业生涯中 正是上升的这个顶峰阶段 对 正是我们说 这个收获的季节 所以我觉得不可能说 我停摆了 我们知道工作 是停不了摆的 所以就是不能够 圆您的这个梦 对 我是这么看 四十岁以前的男性 都叫男孩 四十岁以后 才真正的开始成熟 又积累了金钱也好 人脉资源也好 精力也旺盛 就正是成业的时候 是的 您让他去玩 也估计够强的 也是有时有傻的 也不是说那样 随意我想走就走 我想停下来就停下来 是这样的 所以您决定了吗 这位先生 不见了 对 太小了 好 我想电视机前的 很多单身的男士 看到您这种状态 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一个我们等着热线 另外也期待您再次回到选择 好的 来 我们先回到关家室 谢谢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下一位男嘉宾 请上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把镜头 切到南观察室 带了个围巾 跟我们那个 还真是中心 沐老师一样 沐老师也带了个围巾 我这是拨套 但你这个比较肃静 你看我们这位先生 明黄色的一个围巾 挺清秀的 对 看着长相不太像 四十多的 不像 对 像个三十七八岁 是吧 顶多了 他可能没有操心 是吧 可能面相就相对像少年 他还真有点艺术家 那个范儿 他是搞精农的 这个呢 不大戒 如果要是不知道 他的职业 看他的着装 比较有个性 对 如果要是让你 盲猜他的职业的话 怎么恐怕也猜不到 就好像他搞艺术的 对 就是这样 欢迎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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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好 之前在节目里 见过我们吗 见过 见过 看过 还是看我们节目的 对 你走这一路 我们也在观察你呢 又觉得你真的很年轻 来 我们认识一下 我们到二号先生 他的基本情况 二号男嘉宾田永强 四十五岁 深圳户籍 未婚 投资顾问 本身你是深圳人还是 我是吊杆到深圳 有指标 然后就深圳户籍 本身是哪人 我老家是开封 深圳现在大热 你是生活在深圳 还是现在生活在北京 北京 怎么舍得离开那个地方 我在那儿 就是从2000年工作 大概工作到08年 大概接近十年 就我判断还是对的 你看我后来回老家之后 就回郑州 当时也是国家政策 也是发展中部 我们这边也属于中部 就回大家了 然后现在又在北京 对 基本上就在北京 我同学 初中同学有三分之一 都在北京工作 所以这边人外 还是挺多的 对 那行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田先生 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百忙之中做的采访 生活习惯很健康 共同奋斗成了奢望 我们编导之前有说 说你这个工作特别忙 对 然后他给我看了两个截屏 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14点04分开始打 然后下午的2点13 5点8点9点10点 打到晚上11点 说一直在跟你联络 对 你这一整天都忙 什么那么忙 刚好有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要去 就在那个秘密 蜜蜜 蜜蜜 蜜蜜有一个活动 我们去了 所以接受采访 就不能完整地来完成 对 我们编导说 这五分钟打一电话 然后就突然挂掉了 就没动静了 对 你看 给您发了微信是吧 一直在 问您忙完了吗 到家了吗 出什么问题了吗 怎么挂断了 而且都是我们编导单方的 您这个工作是 挺忙的一个工作 对 有的时候就特别忙 我看您是做投资 对 是哪方面的投资 投资 我们主要是实业投资 实业投资 就是和这个天使投资区别 但天使投资一般 比如说我投资50万 全部投资用互联网 这种几个人的这种科技类的 我们是主要是实业 实业就是说 比如说你盖一个化肥厂 或者一个工厂 你有一块地 你有厂房 你可能缺差个 3000万5000万的设备 这时候我们给你提供 之前还要去考察 也要一个深度交流 也是比较慎重的 就是要有几轮的接触的 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风险 对我来说真的 他就是他这个职业 就比较神秘 原来总听说 现在建议这是 这样的话 其实你们的收益 应该也挺高的 就是项目好的话 项目现在两年 经济其实还是 工厂建的少了一些的 主要也是因为疫情 是吧 对 还有疫情 因为前段时间疫情 你不能出去 别人也不能来 你去哪都不方便 但我刚才看你 基本的情况 您45岁了 还没有结婚 是不是就因为太忙了 这听上去 你肯定不能 只在北京投资 是吧 应该是在全国各地 对 全国 所以你还要去考察 还要跟人家 一轮一轮地去谈 包括像我们编导 给您打电话 然后你还有很多的活动 要参加 对对对 中间这编导的电话 他因为一直在给你打 这要女朋友的电话 他可能打上三个五个 他生气了 这有时间谈恋爱吗 有 不是忙到 真的没有时间 是吧 对对 因为我们就刚好 那一天有些忙 一周大概忙个三四天 所以时间还相对比较自由 对对对 那您平常 在不忙工作的时候 都忙些什么 也有一些充电 还有学习 还有修炼 修炼 对 把身体修得越来越好 越健康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生活习惯 很健康 是吧 可以这么说 那你都怎么修 我们跟你学学 比如说这个通经络 打通经络怎么打通 你首先有补品 有补品 中草药 这些补品是一方面 您都吃什么 什么人参路融 都吃过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通经络了 因为你看我们都属于这种身材 比较 因为有的很胖 这不是你一看就知道 对吧 就是肚子很大 脖子特别 这儿有个富贵包那种 那就堵了嘛 那就大概就知道 那您的身体状况 一定是特别好吧 要这么练的话 对 可以 是吧 我听说您平常游泳是吗 对对 游泳它主要是 它水有那个浮力 对你刚说怎么通经络 因为它水本身有一个压力 它可以很自然地 通那个全身的经络 就是游得好就特别轻松 所以您是觉得游泳也是您养生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是吧 不光是健体 按您说的还能通经络呢 对对对 但是您看啊 共同奋斗 我可以理解为 其实您是希望跟另外一半 共同奋斗 是不是 对 那为什么疼了奢望呢 很多人她还是比较看重 这个房子的 其实很多女孩子 尤其到了这个岁数 人家都渴望一个家了 现在这个房子 它价格也本身也有点高 从金融角度来讲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基本上是顶点 这个房子管它 金融属性上贵货不贵 但我们都在讲 如果你是刚需的话 什么时候买都是合适的 那有道理 对吧 您有没有考虑说 跟未来一半 就或者为了未来一半 自己买个房子 那有 有考虑 是准备在北京 还是在深圳 北京 这个非常坚定 对 你很坚决地说 我会的 会买房 你现在买了 不就有了吗 对 你先买了 你起码有地儿 你给自己加个码 您曾经谈过恋爱吗 谈过 多大学说的时候 我上大学那会儿 那好早了呀 是你的同学 对 那怎么没有 有个结果呀 可能那时候 还是有点年轻嘛 是你跟人分了 还是人跟你分了 这个是相互的吧 应该说 就不合适 对 但是你看 你也走了这么多地方 不管是在深圳 还是在郑州 还是在北京 实际上 能认识不少人 之后有在谈过吗 有 跟你什么情况 我们俩挺互补的 他是当地的 做生意的 然后他是广东的 所以外在条件 是挺合适的 是吧 对 后来还把他的身 他户口还可以通过我 调过去 这不挺好的吗 还行吧 谈了几年 那我记不清楚了 四五年有吗 差不多 那谈那么长时间 为什么不结婚呢 就后来我就要回老家 他又不愿意 还没有打算 离开深圳的时候 怎么不在那儿 比如说谈了第二年 第三年买一个房子 然后跟未来的一半 考虑结婚 那这个也没有太考虑 可能我们比较流行 晚婚晚育 那您这一流行 然后就流行到现在了 对 是不是啊 对 不好意思 所以这次来选择 我想问的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家里的意思 我的意思 找一个合适的互补 到我们这个年龄呢 更注重的是恩情 恩情 就您现在所谓的互补 跟刚才说的那段 那个跟那个女孩子 之间的互补是一样的吗 可能差不多吧 那你现在的互补 你希望他跟你互补什么 可能年龄上有一些差距 我能够指导他一下 帮助帮助他一些 所以 另外我身体还可以 他如果有什么 有什么身体上问题 最起码我也能给他调理好 我听您的那个意思 您是想找一个 比您小一点的 是吗 对 小多少啊 二十岁到 比我大三 女大三 到金砖 对对对 然后小小二十岁 对 四十五 二十五岁 我觉得我跟他聊的话 我都不知道跟他聊啥 一会你要面对 我都跟他 他问你啊 就是他问你什么 你就顺着说就完了 你不要提问 你还没上场 他肯定对你不了解 他肯定对你感兴趣 但您这个年龄跨度挺大 上下二十三岁 如果比您大三岁的话 四十八了 可能没法生孩子了 对孩子这个问题 您怎么想 是啊 这是个问题 他应该是可以生吧 所以孩子你未来一定是要要的 对 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其他最好是干部家庭 是像您刚才说的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 都有一个干部身份 是这种 还是说家里他的父母是什么 应该是结合起来 就是他自己也要有学历 有干部身份 然后家里也要是这样的背景 对 那样就是最好 自己又得有干部身份 家里还得有 家里干部出身 这样的 那个先生 就说您刚才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你希望 对方的家境要好一点 那是啥意思呢 他的家境再好也是他 你们俩单独组成家庭以后 是你作为男方 要给予这个家庭什么 不是 这位先生 就是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 因为您是未婚 对吧 然后我们其实也非常召集 这种大龄的男女青年 希望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对吧 我们叫成家立业 你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你有了奋斗目标 为我的老婆 为我的孩子 是吧 我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就有目标了 因为您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电视前面的 可能是适龄的 这个单身男女 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 可能都在看 对吧 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这个小伙子学历不错 对吧 然后又是一个干部身份 当年能够落户到深圳 那也是挺厉害的 对 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 就是说你把您的诉求 像您说的 我要找个干部 您40多了 您想想 他即便他的爸爸妈妈 也不是在职干部 退休了 所以我们在大街上公园里 看到男男女女的老头老太太 他们都只有一个身份 叫退休人员 对 他们都去了所有的符号 对啊 所以您不要想的是 他是不是跟咱们都没有关系了 是吧 你要20岁 还跟你有点关系 是不是 您这岁数没有关系了 您不要考虑别的 就是您想找什么人 过什么样的日子 跟他的家境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 其实也不一定说是好 这都是命运 并不是说你是干部 你就一定好 其实更多的是共同语言 我并不是说 其实当了农民也挺好 我如果 我在咱们在那儿有积母地 其实有个院子 现在农村不都这样吗 有个院子 然后有积母地 然后出来打工 其实非常好的 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 就是说您到这来 到选择来 是要找伴侣 对对 找爱人 对对对 组成家庭 对对 那么要先想好 我能为这些家 为这个家庭做些什么 分析的很到位 那你到人家里 你有比人大20岁 咱能除了给人 调理身体 还能做什么呢 还能做什么 那看他需要什么呀 他需要什么 我这边提供什么呀 财力 物力 精力 时间 财力首先 我可以一块赚钱 物力 财力 物力是吧 物力 物力一般值得是什么 房子 车子 我老家有房 这没事 老家是在 开封 开封 那人又不能跟你 去开封生活 那是 那现在 在租房也很多 理论上 就像您说的 现在 比方说在北京 你租房子 肯定是比买房子核算 这个租售比的问题 但是你发现没有 不知道之前 你看选择看了有多久 但今天 所有的女士 自己都有房子 但他们明确地 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对方也要有房子 也就意味着 其实 即使他们觉得我自己有 我哪怕手里有五套房子 那这是我的 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们家 我们买呗 对吧 合适就买呗 看呗 行 就是在画饼 他就说买房 他就一直在说 我会买啊 我肯定要有自己的房啊 一个家庭 或者说 你是做投资的 对 你怎么 也得有个自个儿的窝 那多了去了 北京 你像 当然二环 三环 这可能困难 四环 包括四环 其实除了四环之外 还是有很多 咱就说为家庭 为归礼 就为我们的归礼服务 准备在哪买啊 不行 我们在怀柔 买个那院行吗 对吧 怀柔 就是说 您自己心里要有数 对 后边该 给予这个家庭 对 因为男人 咱们都是分工的嘛 那样是行了吧 你看 就是比如说在怀柔 买个那院子 避重就轻 你提出的问题 好个问题 我不正面回答 我就说我的 咱们问的都是契合实际的 你说买房你在哪买 我都没说 你非得在二环三环买 对不对 他都不行 都给你扔了还手去了 听着小伙子 你要是25岁 不着急 25岁 大好前程 奔去吧 对吧 什么都没有 白手起家 但是您是45岁 对吧 你22岁大学毕业 你挣了23年前 是不是 您不能吃干妈净吧 对吧 你总得有规刑化吧 其实我们不是说你有钱没钱 我们是希望找到一个有人生规划的人 有对未来负责的人 对吧 所以我就在想 您这23年这钱都干什么了 那钱 不得花吗 不得吃喝玩乐 你没攒点吗 吃喝玩乐 留着以后娶媳妇啊 那也攒了 无语了 今天一共是三位女士 前两位你在观察室已经都见到了 对对对 这是最后一位我们没有见到的这位女士 王女士49岁 1米58 58公斤 她是离异 然后还 您还想了解什么 您可以开出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 照片 照片 还有什么 是职业 干什么 学历 好 王女士49岁 1米58 58公斤 中专学历 自营生意 离异 照片是那样 我想问你 接下来您要见到的是王女士 但是如果前面那两位女士 您觉得还不错 您可以从三位女士里边挑一位 您跟她沟通一下 好 您怎么选择 我还没见到这个 对你可以见她 也可以在前两位 您觉得印象不错的里边 挑一位 见一下 对对 那两个我肯定是那个42岁 42岁 所以好 42岁跟这位49岁的女士 对对 您准备见谁 这个她不是还没出现过 对 所以您是想见她 对 见一下 好 那我们来把镜头切到我们的女观察室 中间这位应该是 是 怎么样定印象 她是属于比较丰满的 丰满型 你是喜欢丰满的 还是不喜欢丰满的 喜欢丰满 好 看起来还比较年轻 对 对 那她岁数比你大 对 她年龄上是 看起来还比较 离异 自营生意 别说这个真的是很年轻 先生很想见见您 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 刚才在观察室里 挺会说的 一般人理解不了 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你们俩沟通一下 好不好 有问题赶快问 来北京多久了 十来年 做生意的 之前说了 对 那生意做得怎么样 还好 一年一年额有多少 我没算过 总之还凑合吧 跟你们没法比 那当时怎么来北京了 我是 我叔在这一边 你叔在这 对 我们有同学 对 朋友在这一边 综合情况 了解 现在在哪呢 现在在北京 这哪区 丰满 丰满 对 丰满做生意 多多一点 你做的金融 我也不懂 你的择偶的要求是 就是比你 比你小多少岁 然后比你大三岁 也是可以 对 我应该是第一关 就被怕死掉了 怎么了 你哪一年了 因为我年龄 超错你的要求了 哪一年的 我是七三的 对 那你想找是什么样的吗 我要找一个 就是有独立住房的 我看你还挺年轻的 然后在北京工作生活的 我是北京跟河北两边跑 我河北还有电 您的孩子是怎么样 我两个孩子 我两个女儿 大的已经结婚了 有小孩了 小的也订婚了 在哪 浙江 我是浙江的 在老家 是的 浙江去过吗 福建厦门去过 我浙江 那福建是什么 那个是属于福建吧 差不多 中国接触的还挺多 浙江的我接触不少 比较聪明 其实我喜欢找个四川 四川比较聪明 我能理解是 您准备结束这场谈话了吗 那差不多了 对 是这样的 是吧 是哪一点您觉得不够满意 就是因为不是四川的 不不不 反正不太合适 那您是觉得哪方面 它可能对房子比较看重 我不太 我是找个一个伴侣 和一个互相有根的 不是说你给我提这么多要求 互相提要求的 我不想太多 这两年 你看浙江那个房子 买的时候 很多买了两万 后来一家伙七八千 很多都一下子 亏了几十万 你说你还 往那个坑里跳吗 所以不跟我们女士聊了 那先不聊 那刚才说的那个一号女士 42岁的呢 一号聊了 还是要聊一下 是啊 聊一下 你这样 你先回到观察室 我先让我们编导替你问一下 那个一号女士 会不会跟您谈房子的问题 如果谈的话 是不是也就算了 是这意思吗 谈就谈呗 那看来还是不喜欢吧 喜欢的话 房子就可以谈了 不是 对 对 对 好 行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暂时先回到观察室 好不好 好 观察室 还不知道您老家是哪里的 我老家就是北京的 老北京 对 老北京 你爷爷的爷爷 我是第六大北京人 那是老北京 第六大北京 第六大北京人 您是哪个学校的 学什么的 哪个学校的 我以前中专是 北京市财经学校 就保抄胡同那个 然后我大专是我学的是 自学考试 然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学的是财务会计 然后本科是 中国传媒大学的 汉语言文学 这样是 您呢 我就高中 然后本科 高中 初中高中 何大复中 何南大学 附属中学 大学就是中南大学 就是高考 就是统装的那种高考 对 统装的高考 您有多高啊 身高 我差不多一米七呗 一米七 我一米六八 然后那个 我听说您说 可以在北京考虑买房 您打算在哪买呀 那当然 在哪买 哪合适 在哪买 那您在哪上班呢 现在 国贸啊 在国贸上班 可是我刚才听说 您要在淮州买房子的话 那太远了吧 对 那要不再顺移不得了 顺移不进了 顺移也远 上次我们开车去顺移也一个小时呢 那是 现在在北京试的不是这么好买 另外 买一个也可以看情况吧 是吧 看啥情况 综合看情况呀 比如呢 比如 比如说环境吧 比如说价格吧 比如说 尽量比较亏吧 对吧 我觉得您学金融的 应该知道 就是说 在这种核心城区 或者说在这种一线大城市 在它的核心区买房子 应该是保值的 您看他说那个落价的 都是因为它是在燕郊 在那个 就比较 北京比较偏远的地方 对 比如说您要在东西城 这几个大城区的话 应该不会 您那个还想要小孩是吗 对 我因为有一个孩子了 我不想要孩子了 那任一个也可以 任一个 任一个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我就是找个踏踏实实的 在北京工作 然后在北京生活的 刚才的一号先生 您觉得合适吗 刚才的一号先生 我看了 他有一个八十多岁的 一个院母要照顾 还有一个十五岁的 小孩子需要照顾 因为我自己家的小孩 大了 然后我 我觉得我没有信心 能帮着照顾好 一个十五岁的小孩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 我可能就是说 时间精力会比较少 在家庭里面的 所以需要一个 可能要协助您多一点 或者他在家里 忙活得比较多一点 那您想找个多大的呀 比如我 大概十来岁 也是可以的 过了五十五岁 或者六十 有快要退休的 那种状态的 才可以 那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因为他如果说 他快要退休了 那就是说今后的话 那他就是时间更自由了嘛 那如果说是 他还是在工作状态的话 那我也可以经常回来嘛 是这样 怎么叫经常回来 我是现在是这样子 我等于是我北京 河北 我河北还有一个店 然后我有的时候 会要去河北的 就等于您的生意是 既在河北又在北京 对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王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诚信侠义的女老板 当断则断 不受其乱 再占选择 您到底做什么生意啊 我觉得这个女老板 有点太高调了 我觉得就是 不的确是女老板啊 我觉得就是工作 每个人的工作而已 我是做消防设备的 消防设备是指 我们就像这种楼里 那种大的喷零系统 还是说是那种 就是灭火器啊 设备都有 都有的 我们就是说设备 然后维修检测的 这一块 然后呢 我就是河北那边店呢 有人 我只要是电话 安排完了以后 他们都会把这些事情 给安排了的 然后北京这边的功能呢 就是安排负责 就是这边的配套 送货这一块 所以都不用你自己 亲自去跑这些货 只要是客户 就可以了 那怎么会进入到 这行的呢 我们的家 家庭就做这个的 我弟弟是做消防工程的 就消防这一块 就是在我们浙江江山 是属于我们浙江江山的 地方产业 就是全国 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吧 就是做这个行业的 也都是我们浙江江山的 所以本身是你们地方的 这种传统 所以然后在全国各地 大家都在做这个 对 那当时是怎么来到北京的 当时因为我一个同学 是在这边做消防的 我原来以前在老家的时候 我是做小家电的 然后后来就是离了以后 我就来这一边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就是做晚电的 通过晚电 然后开展客户这样子 现在的话呢 几乎就是都是做实体的 比较多了 给你的这个定义 为什么用了诚信和狭义 像有的客户不问你价格 就是只要是单子下来了 他就把表格给你 然后你就按照他的那个表格 去给他配货 就是你平时的点点滴滴 让他那么相信你 所以就说非常的诚信 狭义呢 狭义的话呢 就是说像有的长期的客户 就是那种质量比较好的那种客户 他就是说有的东西 我们不做这个东西的 我们也会尽量帮他去找 也会尽量去帮着去做一些事情 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一些客户 就跟着我们都比较稳定 跟着我们都是很多年 这样生意就能慢慢地 这个做起来了 对 开店同样做同样的生意 有的时候做倒闭了 有的时候做发大财了 刚才说两个女儿 为什么把婚给离了 我第一段婚姻是02年里的 那时候小孩子都还小 之前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 不知道他赌博 还我第二个小孩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他就开始了 就是经常是坐在麻将馆里面 到后来就发展到 就看见钱 看见店里面的钱就抓 就出去赌就那样 到后来就是 已经是控制不住了 原来以前那时候不是那个 就是那个存折的那个 去打的时候能看到那个 就是钱怎么样子拿出去 然后就看了那个钱 就会崩溃的那样 就越来越严重了 你就没办法控制了 争吵也没有用了 夫妻之间感情感情 他来已经没感情了 02年离婚 其实孩子还很小呢 对 我小的这个是97年出生的 小的 那谁养孩子呀 那时候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嘛 但是我两个孩子 我也没怎么分 就是两个孩子 我都是就是该抚养他们 还是怎么样子养他们的 所以从这个财力上 基本上都是你在出呢 是吧 对 反正我对两个孩子的话 就是大的我比较亏欠他 他是上了中专以后就没上了 因为他没那时候 没考上高中 那小的这个 我就把它给培养出来了 刚开始那时候离婚的时候 也是自己心里面没底 我就怕养不了孩子 怕养不活 早知道现在 当时就自己全要了 是这意思吗 就是我两个孩子也没有说 因为我一人一个 就是有那种区别 没有 都在你这边生活 你的意思是 还真的就分开了 孩子在老家 你去离婚以后就到北京来了 是吧 对 所以当时当段则断 那听你说还有第二段 对 然后是在17年的时候吧 就是在北京这边 那是我们的一个老乡 他是我们老家的那个 那个消防设备产家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谈了 差不多快两年吧 他是等于就是说 有两个前妻 有两个儿子 不是同一个老婆生的 那时候刚谈恋爱的时候 我总 我很自信 总认为自己就是说 可以 就是说能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能处理好这样的这些关系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 等于就是说 他第二个小孩的妈妈 在国外打工 然后他就想着就是说 他问大的那个孩子 就是说有没有谈恋爱 他说如果说没有谈恋爱的话 他就是说把他带到新加坡去 他说跟他到国外去打工 就第二个媳妇 要带第一个媳妇的儿子去国外 然后是那时候 我就觉得我理解不了 我觉得管他自己的孩子 我能理解的 管另外一个老婆的小孩 我就觉得我理解不了 我觉得他们还是 善意嫁能一样那么生活 但实际上你要看你当时老公 他的态度是不是 他意思就是说我不体谅他 他希望是什么样 他希望就是他孩子 能跟他走的话就跟他走 像这个他不应该去管 假如说他给他 这个前妻或者再有什么了 这你可以管 欢迎老师 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他给了你一个参照物 就等于他的第二任妻子 面对一个前夫的前妻的儿子 人家很大度 是可以这么解释吧 行没事我给他带走 所以他就认为你不可理喻了 是吧 对吧 所以他觉得你又没招咱们的生活 是吧 人家这个第二任前妻愿意 第二任前妻也愿意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是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性格 就是你的性格中就会 希望就是干干净净 对吧 就是切得干干净净 今天我们结婚了 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核心家庭 一起生活就够了 是吧 然后你的孩子有什么问题 那没辙 对吧 因为你是他的父亲 那你就去办 那太遥远了 你就别张老了 可能是这个意思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能对这种 情感的理解不一样 好 那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是 那时候反正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我理解不了 对对对 确实是 我觉得这个第二任妻子 这个蛮有胸怀的 还是因为他们联系过多 所以你是会接受不了 是吧 对 所以这段婚姻有多久 差不多两年 在战选择 上次来是什么时候了 上次来是 二一年的年底 好像是 应该是 一年以前 差不多 对 是吧 对 我对他的故事 印象特别深 对 上一次也是 对 也是讲到这个事情 上一次也是在这 你是变样了 更漂亮了 是不是 没有 我是 我原来是剪头发 烫头发的 烫头发的 然后后来头发 给我烫坏了 给剪发 就是把原来头发给修剪了 其实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到中年 如果修短发 可能更显得年轻 更精神 上一次来 我们编导跟我讲 说是您是冲着一位先生来的 是吗 对 上一次是的 是冲着谁 一个姓张的吧 他是一个什么情况 刚开始他是退伍军人 他好像是 刚开始的时候 是做包小工程的 然后后来干地产 干得挺大的 后来又去做互联网 然后互联网赔进去 可能是不少钱 然后后来又做什么 又给做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先生的故事 我也记得 那时候我就是看电视 我就想要了解一下 后来了解了 我觉得 反正他胆子挺大的 我觉得 我对一个行业 我不了解 我就不敢这么干 他有他的标准 他一般的 一般的他看不上 他的条件 就光一条人 在北京都有房 他的条件 多少人都高 对 多少人都 当时他吸引你的地方 在哪儿啊 我有点 就是说崇拜军人的那样 有一点这样 然后你希望 现在的那个他 可能说有从军的经历 但现在是什么样呢 现在他就是工作也可以 就您希望他要工作 也强 是吧 也可以 他如果说自由职业也可以 就一定要是 比您强一点的先生吧 那我希望是这样 就是不光是事业上 这个心态上 对 比如说有的地方 比如说我想不通的 或者是怎么样能开导我的 您自己已经是 诚信侠义的女老板了 没有 我觉得 她在什么样的先生 来引导您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自己有的时候 想不通 或者装牛角尖的时候 我就希望有一个人来 你会因为什么事想不通 大部分时间还好 但是就是希望 因为有的时候吧 就是下班了 然后在路上开着车 有的时候就不想回家 就觉得回家 就自己一个人 然后也不知道 就是做点什么吃的那样 就觉得很孤单的 你千万不要告诉大家说 哎呀我想当一个小鸟 我想找个大树 其实你就是大树 你找什么大树啊 是吧 你想这么多年 一个人支撑着你的生意 支撑你这个家具 你已经形成了 你独特的领导力的 一种思维方式 你说你今天在找一个领导 你说人家领导 也不愿意找你这样的 是吧 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 找一个暖男 就很温暖陪伴着 是吧 你说冬我就去冬 你说西我就去西 我觉得挺合适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 已经悉数登场 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最终选择环节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一号先生 准备把花献给谁 谢谢我今天就不谢了 不谢了 依然没有合适的 是吗 是 因为这 关于这几个女的 都太有才了 所以我呢 这个是不忍心 叫她们 受苦是吗 你这意思 对 你这是表达了 自己的这个善良吗 来 看一下二号 今天我也想骗了 初次来咱们节目 然后几个女士 也挺优秀 因为时间还是有点短 希望是更合适的 大家更好一点 那有机会下次再来 对 好吗 好 虽然很可惜 今天没有一对牵手成功 但我想也给电视机前 更多的单身男女嘉宾 留下了机会 我们的热线电话 6331 2752 我们等候着您 那另外再次说 我们这个节目 从2023年的1月1号 首播的时间调整为 晚上的9点07分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好了 今天的选择戴日 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很高兴在周一到周五的 晚上9点07分 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 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小燕 大家也知道了 从2023年的1月1号开始 我们选择首播的时间 有所调整 调到了晚上的9点07分 当然重播的时间也变多了 是在第二天早晨的7点02分 7点37分 和下午的3点07分 但是不变的是我们的专家团队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心理专家 王颖老师 欢迎 演员 导演 穆立新老师 欢迎 欢迎穆老师 那按照惯例呢 今天第一个登上 我们选择的舞台的这位女士呢 是由今天到场的两位先生来决定的 那两位先生在听过 他们三个人的声音之后 选择谁首先登场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看一看 希望在新的一年 家人身体健康 自己能遇到合适的另一半 我是一个性格乐观开朗的人 保有一颗童年的心 我希望我们能快乐地 走过我们的后半生 我是一个待人真诚 富有爱心 具有诗情画意 热爱生活的人 平时喜欢料理家务 给家人做做饭 就算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认真对待一日三餐 就想找到那个 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 会选几号呀 三号是不是 为什么是三号 我老觉得就跟学过这个播音式 声音特别好 辨识都也高 而且出的特别全面 那我们看看啊 我们观察室的两位先生 到底选出的是谁 我觉得第二个或者第三个 你觉得呢 这时候差不多 那只能选一位呀 不能选两个 选一位 统一一下意见 那第三个吗 行 第三个 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两位老师好 你好 来 请坐 一号女嘉宾赵静 42岁 北京人 李懿 个体经营 我们一号女士挺高的 你有多高啊 我有 一米六八 一米六八 也很瘦 对 120斤 那是平常有健身吗 我办了一张健身卡 但是那个健身俱乐部 她后来那个装修 到现在还没有开业 哦 对 这么听 两位觉得 这是应该是第几号的声音啊 三号 对吗 是的 是的 对呀 那赵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 最悠闲的老板 好的爱情是一物香一物 琴书画花茶 哎呦 自己做哪行啊 我是经营德化白瓷 这个呢 是和我舅舅在一起做 然后等于是他一直做得很好 然后我就跟他这入股了 入股这是从06年开始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德化白瓷 德化白瓷呢 又叫中国白 它是兴于唐颂 胜于明清 我们店呢 现在主要经营这个日常的茶具 比如说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还有一些就是福建省 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 有照片吗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两款茶具 一种叫杨纸玉瓷 它不失幼材 但是烧出来呢 就像杨纸玉一样 晶莹剔透 它的密度非常的高 我现在拿的这款 叫做冰种玉瓷 它的密度比杨纸玉瓷还要高 而且它也不失幼 如果就是茶水 放在里面十几天 它也不会渗透到瓷胎里面去 您用水一冲 这茶字就掉了 所以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你们平常喝茶吗 懂这个茶具吗 那肯定喝一点了 您那个白瓷您知道吗 茶具 刚刚它拿那个特别薄的套 也知道一些 瓷脉就有白瓷 有青瓷 这个茶具不是说 多薄就多好 多厚就多不好 它分茶 刚才摆在那个货架上的时候 就觉得 都是那种透明的那种感觉 你拿出来果真是这样 是的 所以这也是老板性能消费得起的东西 是吗 对 大概一个杯子有的便宜的十块钱左右 然后稍微好一点的几十块钱 就这个价位 刚才说是跟舅舅来做这样 对 然后为什么说是最悠闲的老板呢 因为就是我孩子小 然后就是 今年多大 今年已经十四岁了 但是当初孩子小的时候 就比如说 每天可以早下班去接他 然后六日的时候 我要送他去课外班 然后我就会说 那你就可以不用来店里了 所以我是最悠闲的老板 那你平常的工作 就是在那看店是吗 我平常主要是寄记账 然后盘盘货 然后呢 那个我舅舅主要是销售 所以说最悠闲的老板 那养活自己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爱情的态度我看 好的爱情是一物详一物 是 我跟我前夫嘛 然后我们是小学同学 分开以后呢 他就出国了 出国留学回来 然后我们有一次同学聚会 然后我们又见到面了 见到面以后 然后我就被他那个 高大帅气的外形所吸引了 现在以后也没有考虑说 那个性格合不合适 其实当时我们的感情 就不是特别好 就是老因为一些问题吵架 有一些不合 他说他还想出国 然后我说我想在国内 然后就类似于这种问题 还有一些生活小问题 就是老会吵架 老会有纷争 但是呢 我是外贸协会的 然后我就是 就没想那么多 然后没顾及那么多 而且当时就是 他也没有房子 等于是住在我们家 我有一个宜居室 在静松那边 然后等于就结婚 就住在我那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俩呢 都比较有个性 也都比较急脾气 然后就是 谁也想不住谁 就是老长家 你的个性在哪儿啊 我的个性就是 我也是比较喜欢 讲理的人 跟他在一起 就是我也有一套 自己的理论嘛 有的看起来比较好 这过起来就不一样 所以你们俩过日子 就是你讲你的理 他讲他的理 谁都不让 对 而且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特别有道理 对 对吧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等于是 在一起生活了 差不多有个七八年吧 那也不短吗 对 是不短 然后但是一直是这样 蒸蒸吵吵 当孩子六岁的时候 他就是 他爸爸上班 就是每天回家比较晚 然后总是加班 有一次他带我去参加 他的同事聚会 然后我觉得 他跟他那些女同事 有点暧昧 那些女同事 还是那个女 那个女同事 有点暧昧的眼神 而且那个女同事 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就是看他的表情 就是比较开心 跟他女不一样 不 就跟当初 我们俩见面 看我的时候差不多 然后我就有点怀疑他 那个女同事 然后那个女同事的表现 是就是比较不好意思 就是他怕我发现 就这么一种心理 回来以后吧 我又翻他手机 其实也不应该翻 翻他手机 发现什么了吗 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 就是经常 好像他们会经常 一起出去什么的 那女孩会发一些 他们的动态 其实我觉得作为女人 因为咱们都是女人 我觉得应当是这样 就是说他人在你跟前 但他心不在 你会感觉到的 你会感觉到的 就同样就换位 就是我在家里头 但是我心在外面 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当你看到 他那个女同事 出去玩的照片 你会怀疑你的前夫 跟他一起去了 是的 那他那天到底在干嘛 你不知道吗 他就回来很晚 然后就比如说 我怀疑他们可能 一块吃饭或什么的 但是也的确没有发现到 实质的 就是说 对 就是说我们直到离婚 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说他确实有外遇了 后来我们为什么 没有办法 就是在一起好好过了呢 就是因为老吵架 老吵架嘛 就伤感情了 最后我们就 是你跟他吵了吧 对 是我跟他吵的 就是每天晚上 他回来 只要孩子一睡着了 我就会起来问他 这怎么回事 那有点过分 我就有点过分 我当时就是觉得 我必须把这个问题找出来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这种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老说什么呀 就是你得换方法 这样这个地方不是门 你光光撞 你撞墙他也撞不开 就你发现我问了他 三回都没有效果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就得换个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呀 让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 就是妻子和丈夫 各有各的工作 比方说 我今天有事 你今天得早回来弄孩子 我得给他点任务感 回家他得有事干呀 然后我就出去了 我出去 我可能也是约朋友出去了 或者说哪怕我去健身呀 学习呀都可以 就是他回来不回来 他没有压力 反正你在家 孩子也不需要他 咱不管他是和别人 爱没好 或者和别人在一起 很愉悦 因为轻松嘛 是吧 那他可能会觉得 越想躲 一看十点他还挺有精神 我十一点回来吧 他还十一点 还在这儿等着我呢 莫老师您看 男人呢也挺怪的 就是如果他在外面 做了一件措施 你回来用一个温柔的状态 对他 他呢就会自省一下 假如你用一个相反的态度 对他 他就觉得 反正也这样了 就是一件接一件 逐日的累加之后 他就产生了一个 厌恶回家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时候 女生呢应该是 用极大的爱 就是当我 亏欠你的时候 我一下能想到你那极大的爱 我马上就唤醒 我自己对你的爱 我就回家了 我看到我一个朋友 他就是这样 他前几年 他跟前妻在一块的时候 他就是不爱回家 他能在 就您说的那个 能在外边多泡一小时 他又多泡一小时 因为他觉得家不温暖 那后来他又结婚了 他就 你说再待会吧 不不不 我得回家 他说我不能作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 不能作 我跟你讲 这个跟女士的 您这个故事 就跟女士的经历很像 她说好的爱情 是一物相一物 她马上就要讲 那物怎么被那个物 给想住了 是不是 是的 然后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还是因为这个性格上的问题 后来他又再婚了 就是我们俩离婚半年以后 他又再婚了 是那个女同事吗 不是那个女同事 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女孩 那女孩比他小九岁 然后呢 那女孩非常的厉害 但也非常的漂亮 就把我前夫 就给拿住了 你见过吗 然后我见过他 我见过他 因为有一次 就是我前夫 就是回我那儿 拿点东西 然后正好 那女孩跟他一块来了 然后我就见过他 也非常漂亮 然后挺有 也挺有气质的 我就发现 我前夫跟他那儿 说话都不是 跟我不是一个口气 非常的温柔 然后我 所以我就觉得 是一物降一物 把他降住了 所以你就想 我也得找一个 我能降住的那个男士 是不是 你也可以用你的情书画 花茶 把未来的那位 给他拿住了 你不是你这会的也挺多的 你这前夫没发现 你有这么多的优点吗 情是什么情啊 情是二胡 然后这个是我在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的一个爱好 你会在你的店里拉吗 店里不会拉 我们来看看 嗯 这就是小学 这个童子宫到现在 也没有再去找老师是吧 对 没有 我如果没有童子宫的话 就是说你的快节奏的那一段 是拉不好的 不喜欢听耳朵 我喜欢听鼓掙 耳朵哪里好的好听 哪里好的不好听 我不知道可能个人吧 看你还会书 还会画 我的书法那个 现在还拿不到台面上 但是画是不是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画带来了 这是一幅孔雀图 也是叫吉祥富贵 这是最近的作品 对 最近的 最近在家里面画的 中国人的一种 骨子里的就喜欢 那种富贵的呀 就是这种大气的东西 真是个才女 感觉什么都行 都能拿得出手 这是一个叫吉祥宪瑞图 这个其实是适合这个宪寿 或者是过节的时候 挂在家里面 尖宫带写的一幅画 就是写意加上宫笔 这两只小鸟 还有这些叶子和花卉 都是宫笔的 这些山石都是写意的 所以以后可以送给未来的公婆 是 人过生日的时候 这是一幅楷书 君子之风 不错呀 君子之风 对 这个琴棋书画 感觉什么都行 刚才说还有一个花和茶 对 因为我特别喜欢养花 就是我们家的阳台上 窗台上 全部都是我 就是摆满了花 不是特别喜欢那种 大红大绿的 我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会买一些特别鲜艳的花朵 放在屋里增加气氛 一般我比较喜欢那种 开的小朵的 或者是那种白色的小花 我觉得特别地美 这是我的小茶屎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卉 叫垂丝茉莉 我觉得它的造型 特别像花中的仙子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一株兰花叫文心兰 又叫香水兰 它开的花会非常的小 但是闻起来有一点香味 好了 这就是我的小茶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现在有点理解 就你跟妈妈坐在窗台上 喝着茶 赏着花的那种感觉 你看你家这个装饰 也比较中饰 就你的所有的 这种爱好加在一起 就感觉应该是一个 古代侍女 那种大家闺秀 能会的那些东西 你都行 我养不了花 我养花花不开 养结果的结不了果 我家里头就是那个吊篮 养得非常好 就一屋子串了一屋子 拿那个小钩子 给它贴到上头之后 就顺着那个盘 喜欢你这类的人的男士 大有人在 是吧 大有人在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只是表达了 我们单身的状态 真正的如果走进婚姻 其实你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婚姻中可能 不是我一个人 婚姻中可能有些东西 我就会剪剪剪剪法 然后我在婚姻中 再加加加加法 我对她其实还是 蛮有信心的 我觉得你应该找到一个 真的就像你说的 一个意中人 你们俩人能够 心心相惜的那种 那你在想象当中 未来的她应该是什么样 我特别希望找到一个 喜欢健身 然后有生活品味 性格风趣幽默 有独立住房 然后喜欢旅游 能跟我心心相应的 这么一位男士 那今天两位先生 你看看 想让谁先上来 跟他聊一聊 一位姓田 一位姓宋 两位先生 有他们这十个方面 你可以挑 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 来决定 到底是田先生 还是宋先生 到台上来沟通一下 照片 照片 住房 学历 不能再看一个了吗 不行了 那我选田先生吧 您对他印象怎么样 印象 不过的印象还行吧 免得一面交流 可能要比这个 又不一样了 对 这样是电话的交流 可能见了面 又不一样了 有可能交往吗 有 田先生是本科 租房住 戴着一副墨镜 感觉挺酷的 宋先生学历是中学 北京有房子 那是他 宋先生来过我们节目 长得很高 帅帅的也是 你最后选择谁 那我选择宋先生吧 谢谢 因为你刚才说 很高 帅帅的 我觉得 又变成了颜值了 对 所以这次在责偶 依然是不改变 你的责偶标准 也不是 那我总看着 需要顺眼 有演员需要 因为田先生 我是没有见过的 所以你是 可以放弃掉他的学历 然后选择了这个 感觉很高 很帅的那个先生 对 是的 你为什么不挑年龄呢 因为我觉得 从照片上 应该能看出来 而且我今天来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 一个是45 一个是50多 你都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 年龄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问题 我都可以接受 你是可以找 比你大 十多岁的是吗 对 其实我对那个 你们选择 有一期播出的一个 67岁的一位先生 他特别阔害健身 而且一身的那个 腱子肉 然后我对他印象特别好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 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先生 是吧 我记不太清楚了 是住在顺义的那个吗 住在怀柔 然后他们家那个 个不高 对 个不高 特别健硕 特别健硕 我没见过那个 然后我对他印象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他的话 我说我可以宽限到60以上 大25岁 你是可以的吗 如果没有健身这个条件的话 就60岁以上就不行了 就60岁以上 即使他健身 他比你大25岁 你可以接受吗 他如果要健身的话 我可以接受 因为健身的人 我觉得都很年轻 你二位能接受 比自己大那么多的吗 我大10岁可以接受 我们今儿俩感觉是一样 我给我的设定的目标 就是65岁以内的 来 我们把镜头 切到我们的男观察室 怎么样 看看 挺高大帅的 是不是 他其实本人是 我好像是见过他 对 你在节目里应该是见过 他一米八几 八 八 真高太好了 太好了 我特别喜欢身高高的 其实我今天没提身高 我特别想找一米八三以上的 你亏着没提 对 然后但是我就想 我说我这回把身高标准 不作为一个要求 把健身作为一个 但这位先生据我所知 可能不健身 能算出来他不健身 但他的个头是很高 而且长得也还可以 对 对 我觉得其实挺善良的 我觉得他对他的家人 我觉得一般人也做不到 对 你对这位先生的 基本情况有了解吗 没有 如果要让我选 我肯定会选他 最起码从身高上 符合我的 这些目前的这个邀请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眼 他是有房 等于已经达到我两点了 就是他身高 我可以 他有自己独立住房 对 我可以 你好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千尔老四好 你好 依然是高高帅帅的 老四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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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一米八起来的 一米八八 一米八 没记错 来坐下坐下 坐下聊 来请坐 一号男嘉宾宋江兵 59岁 北京户籍 扫药厂销售 宋先生刚才上来的时候 都没理我 你知道吗 你们也看到了 我坐到那儿都给你打招呼 先给你打招呼 少来吧 自从上了这台子 你就一眼都没看我 一直低着我们女士看的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 接下来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下次我再来了 我也补 我补了 希望你就别来了 赶快找到自己合适的 万一你们俩成了呢 五分钟的时间 两位聊一聊 好不好 行 您好 您怎么称呼 我兴奋 您今年有多大岁数 我今年59了 明年 59了 明年三百年就退休了 退休了 前还没退休 那您那个家住哪儿啊 家住东芝门 东芝门 那您那个是几居室呢 小房子 三小居 就是过去那种老房子 是吧 小三居 那您现在是自己住 还是跟子女住 还是 给我一个老母亲 一个小孩 三个人 跟他们住一块 那您那个小孩多大了 小孩四五了 怎么那么小啊 要就晚 没要那么早 太小了 我觉得 那您平时那个业余爱好 有什么呀 过去吧 你说跑跑步啊 当然身体啊 还有人在爱好 现在吧 从爱人去周聊一会儿 这种爱好就 就缩小了 就没了慢慢的 您爱人是去世了 去世了 你呢 你住哪儿的 我住潘家园 潘家园 那好地儿 对 离广告比较近一点 卖古董那个事儿 能捡肉 是 您那个平常的话 喜欢逛潘家园吗 逛过吗 也去 反正在上面吧 都是 有的东西看到都怪好看 反正不懂 没事 没事 那逛过 娃娃也行 会一定非得要多懂 对 我是 九十年代末吧 拿两个铜镜到哪儿去 去过 一个是汉代的 一个是 一个是唐代的 两个 你找专家鉴定过吗 鉴定过了 一个是汉代 的确是汉代的 自己留着也挺好的 他如果真东西的话 自己留着也非常有价值 我对这 上边吧 总感觉到这些东西 它不说是 咱们这个 家庭传下来的 我总认为的 它是在墓里扒出来的 好像这个事儿呢 有点不协调 所以我就送人了 那您不想要送人 那人家呢 就是什么 跟游泳样这个事儿 人家敢上村处去 人家随性好 我说不敢往村处游 所以说这个随性不好 那您那个 点小 您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工作 干药的 做卖药的是吧 做药 您是销售是吗 销售 我好像在一期节目里 好像是听过您是做卖药 是 是吧 后来的时间 简单地干了 有几年的建材 后来又干一段 就这 这就干了两样活 那您现在呢 就是现在做什么 现在 基本什么也没干了 就准备退休了 是吧 你呢 我是做德化白词的 但我主要就是跟我舅舅一起 他做得不错 然后我等于跟他入了一小股 然后呢 等于是我帮他看看店呀 然后寄记账啊 然后那个盘盘货什么的 然后他主要是销售 因为他销售比较在行 完了之后呢 那个年底会有一点小分红 应该这行是好活 对 就是 这个本大利大 现在也不行 我跟您说 疫情以后的这个生意 特别不好 设下来都是 心灵苏桥的人才能干这 是吧 你看 这都是有技术含量很高的 就我干干不了 为什么 输业有专攻嘛 您有您的特长 尽管你们俩聊得挺好 但是我还是要打断一下 先感觉一下 你们聊了多久 五分钟 五分钟 你觉得呢 有七分钟吧 就是一分钟 对 五分钟 也就这个时间 聊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还行 你呢 挺好的 两人感受都不错 我们两位专家 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为什么没有亮牌 因为我觉得这个 两人都挺实在的 就直接奔主题 像我们这位女士 房在哪儿啊 哪个位置啊 多大啊 和谁生活啊 对吧 你看出来了吗 虽然说之前介绍诗情画意 好像飘在空中的女子 其实不是 就是一个非常接地气 非常直接的 这位男士也是因为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有几次 至少三次吧 就他也是 就非常实在 然后有什么说什么 我觉得至少是一个有效的沟通 不像有的云里雾里 说了半天 其实什么信息都没有得到 好 穆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 就是像王老师说的 聊得很实质 也应该这样 对吧 要了解对方的信息 要拿到最关键的信息 然后再做判断 我觉得挺好 所以接下来要问个女士的意见 要不要坐下来 再把先生的情况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好 那宋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视你环节 名人效应 误解 日子是过出来的 名人效应 通过选择 现在都成名人了 是不是 可能我个高吧 现眼一点 走到大街上 他们坐核酸的 我走到那儿 有两个女的 给了男的 说你看她昨天上选择了 我说我骑着地面车过去 他们跟前走 老远的就震出来了 那你没停下来跟人打个招 你说对对对 就是我 人也多 一脏药 我不喜欢人家脏药 你知道吗 我赶紧走过去了 自己还不好意思 走过去了 好多人还扭着头看我 本人比电视上还好 有没有感觉 他从那儿走出来的时候 比照片要好 对吧 是 心里是不是也美自资的 是 人家要是一说我好 一夸我好了 我不好 我特别高兴 人家要一说我这个事不好 我马上就生气 还真有拉着你说的 是吧 有一次我给一个超市摆东西 一个老太太 你选择成了吗 我说目前还没有 他说为什么呀 我说人家看不上我 是 我关心的人太多 是吧 大家都为你的这个婚事 对 就除了你老丈母娘之外 前老丈母娘之外 对 对 那岁数的或年轻一点的 这个叔叔阿姨 大哥大姐姐 都在关心一下 对都在关心 我刚才说这个丈母娘的事 你是不是愣了一下 对 等于他那个三军使住的是他丈母娘 不是他妈是吗 嗯 哦 那 那 你为什么现象呢 我爱人呢 就他姊妹一个 哦 知道吧 我岳父也去世了 我爱人也去世了 你是个八多岁 有老太太 嗯 自然我都管了 应该的 是不是 嗯 我要不管 自然她都 她都不能再 在世上混了 让我挺敬佩的 对吧 所以我跟你讲 她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 在这里边 为什么又有名人效应 但又同时 别人会对她有一些误解 就这两点都在 嗯 因为她第一次来的时候 可能大家对她印象比较深 一个是她又高又帅 嗯 另外一个就明确提出的条件 一个是老太太离不开人 是需要照顾的 第二点 是当时她说 还想再生一个孩子 哦 所以你在超市里 你说实话 那阿姨拽着你 是不是说这事呢 啊 有说的也有 他们都说什么呀 有的时候别要 有的时候还要 反正是什么都有 那说不要的理由是什么 不要的理由 有的时候你有孩子了 我是 有的时候再找一个 没有孩子的再要一个 反正是什么人都有 什么人都有 反正就两派 一派是支持你生 一派是不支持 对 不支持的是觉得 你都有孩子了 对对对 你在养个小的多累 是吧 支持的是 支持的都说 就是来 人家到你家了 你的孩子 你的岳母 你的家 人家到哪儿去了 以后了 人家没有孩子 人家感觉没保障呀 什么着的 什么 说什么都有 就这孩子 这个真是硬伤 对他来说 真是硬伤 所以就你这个事 在你身上 都掀起了一个话题 就叔叔阿姨 大哥大姐 都追着你研究这事 关于你未来 要不要再生个孩子的问题 大家都很热心 这事你怎么看 他岳母这个问题 我是很敬佩他 而且就是 如果要是我 要是跟这位先生 在一起的话 我愿意跟他一起 赡养他的岳母 但是关于孩子的问题 因为我有一个孩子 他也有一个孩子 我就不太想 反正就是 我本人不想再生孩子了 因为我觉得 带起孩子太辛苦了 说的类型话 我也不愿意要 我有孩子 我孩子都那么大了 我还要什么呀 我头里的 当时我听说是你 没看上人那位女士 你才跟你说的 是吗 打圆场吧 完全没必要吧 完全没必要 用这个方式来 说拒绝什么的 选择嘛 我不同意就是 看不上就是看不上嘛 你觉得好像 我要直接拒绝人家 人家不开心 不是这样的 这么多的女士 我们选择13年 这么多的女士 她们只要勇敢地 走上这个舞台 她们是不怕拒绝的 是吧 只是觉得 你拒绝我 说明我们俩不合适 没有什么 因为我不好 就是不合适嘛 所以你也别说 那个好像是为了这个 然后你说你要孩子 今年你也应该是 本命年了吧 对不对 对 你说今年退休嘛 就是60岁 属兔子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 郑重其事地表达 如果对方想要孩子 就说明他年轻 可以这么解释吧 那你是想找年轻的吗 你不想找年轻的 根本就没有生孩子 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 我们这一次 明确地表达 就是我要找一个 什么样的人 你这样啊 关于孩子的问题 你明确地跟我们 对面的这位女士 解释一下 咱们要关于在一起了 不会再有孩子吧 我不想再有孩子 现在女士到这个岁数了 也都不再猜了 就明确表达 您的想法就好 日子是过出来的 这个是 日子过出来是有两种 有一种是日子 过得是步步高升 是吧 家庭幸福 有的是过着过着 家过没了 过得不加寡人了 那怎么过才能 越过越好呢 家说这个事 我出去 你要个白菜 我上去买个萝卜回来了 你干嘛叫你买萝卜 叫你买白菜 你到时候买萝卜 没卖白菜的 那要拿个萝卜回来吧 你得想问问这个情况 为什么变了 这不是越过越好吗 家说叫你买这个 你跑去给我买这个 非要给我较劲 一会儿不都干掉了吗 我如果跟他一起过去 孝敬他的老母亲 杨老送中 我没有问题 因为我也有父母 但是还要给他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要抚养长大 再结婚成家 不不不 我不愿意 我不想 我问一下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 见过很多的女士 大家对于比方说 费用的开销 住怎么办 这些事 别人有提出过一些想法吗 如果很年轻的 现在孩子成家了以后 孩子他单住 我也不该住一块 还有另外的房子 我给老伴儿 该一块住 就是说到最后的情况下 谁坐在谁前面 他坐在我前面了 我安排他 我坐在他前面了 我得首先得考虑到一下 得给他留点钱吧 在个房子叫他住吧 以我的心理相对说 我也愿意找年轻的 你有更多的精力 来替我分担 他不会说我60了 我也找一60了 来 又找一奶奶来 同理心啊 你自己想是不是这样 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到底怎么样 挺好的 现在对先生的印象 有变化吗 有一点顾虑 是孩子的问题 对 我的孩子那个出国了 然后我不用那个 这么就是我可以 有自己的业余爱好了 但是如果他的孩子 每天晚上需要学习啊 学功课什么的 然后我在亲戚说话 会不会影响到他 拉二胡可能够强 对 然后可能就是画画啊 什么的还可以 但短时间 你又不会住到 女士家里去 是吧 对因为家里 如果您要住到 我们家的话 其实 对他孩子还不行 然后老岳母也不行 需要有人照顾 您的家还会在装修吗 老太太守旧 就是不能动 我老太守旧 老太太这不是挺好的 就喜欢这样 这挺结实的 就说了 我明白老太太意思了 所以就 不再 我不再提了 那你不愿意和你 拉他得这么过呀 就为了你 所谓的这样的 放弃自己的原则 因为老旧小区嘛 就房子小点没关系 但是我希望 把它弄得特别好 特别温馨 如果要是不装修的话 我觉得 就很难接受 因为你会住了 很长时间 会很旧了 所以你是要放弃了是吗 我想放弃了 对 这我支持你 因为好几条 刚开始 我不太在意说 他有上有老下有小 但是我后来 细细地考虑以后 我觉得还是 还是个问题 因为你后面 还要生活几十年呢 行 那既然做好决定了 我们就先回到观察世界 好嘞 过一会儿看看 我们的另外一个先生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您 我们一号女士也离场了 我问一下 像这种类型的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 因为刚才的篇章 我也看了以后了 她也不适合我的家庭 但我也不适合她 咱本身咱就普普通通的人 是吧 对 咱不是说多富贵 多高贵的人 知道吧 咱就普普通通的生活 这样啊 还有两位女士 你挑一位 看哪一位可能是 比较适合你的那位 好不好 就相比较 我们来看看 一位王女士 一位张女士 同样是十个问题 然后你挑出三个感兴趣的 决定谁先上场 身高年龄婚姻嘛 年龄 身高体重和婚姻 好 王女士49岁 身高1米58 58公斤 1亿 张女士54岁 1米64 70公斤 婚姻是丧偶 这两位女士 对她们三个基本的条件 您做了一个了解 所以您决定是 哪一位先上场 跟她沟通一下 54的 54的 是因为这个年龄 跟您更接近一点 是吗 你这个年龄 一个是丧偶的 行 那我们把镜头 切到我们的女观察室 看哪位是张女士 怎么样 第一印象 还行 挺富台的 你喜欢胖一点的 是不是 不是 我说她挺富台的 挺富台的 胖瘦都 人们都 胖瘦这都 都无所谓 你知道吧 不不不 很多人还挺在意这事 胖子也胃口好 这个长相行吗 第一眼的感觉 还行 可以的 光看外表 有些人是看不出来的 是吧 外表只是看一个 这个人的一个形状 气质 外在就是一种感觉 对 然后还要交代 对 沟通有这样 自然就说出心里话吧 好 我们的女士已经来了 来 有请 她们的女士 她们是看一个 中美大眼 是吗 是吧 你看 这五官都是大老的 那你们俩先站一块 我看看 我下来看看 你站一块 站一块 都是大 我看看 大不大 你看那个大眼睛 浓背大眼的 像不像 你别说 虽然个头差一脑袋 但是 还挺那么回事的 挺好 挺好 来来来 好好聊聊 二号女嘉宾张斌 五十四岁 北京户籍 丧偶 国企退休 怎么样 第一印象 互相的 还行吗 还行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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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姐也紧张 你看着我 我也紧张 她也没在地上 那么自愿 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 你们俩聊一聊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好不好 你好 你好 姐 你住哪了 我住在那个旧宫 旧宫 您住在旧宫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住童子门 童子门 我刚才在下面看到了 说您 爱人去世以后 老岳母跟您一起住 对 这是百善孝为先 您做得很好 孩子还在上中学 对 还在上中学 正是这个要劲的年龄 对 对 现在好一点了 就是说这个事了 稍微大一点了 有些简单的 还可以自理了 稍微放松一点 就好在这一点 对 主要就是学习这一面 给他抓一抓 什么的 其他的应该没问题了吧 15岁了 小男子汉了 对 老人身体还好吗 还好 老岳母 跟我父母的岁数差不多 因为我父母都健在 也是这个年龄 好 你也是少 对 我先生去世了 三年了 小孩呢 我儿子很大了 二三年吧 就三十了 我孙子都已经一岁了 我觉得我的任务快完成了 挺好 挺好 没事了 抱抱孙子也是挺好的乐情 是吧 对 对 是这样 您现在工作忙吗 不忙 明年也要退休了 明年要退休 退休了就不会这么劳累了 就可以专心地伺候老人了 再弄弄孩子 对 对 您现在给孩子是一块住 是一个人住 我一个人住 但是跟孩子离得非常近 门对门吧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不给双方压力 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年龄大了 你给年轻人 你给人家生活 也生活不到一块去 说了也说不到一块去 想了也想不到一块去 对 有时候你有心想去给他帮忙 反而你还是找人反感 对 是这样的 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一定在 但是我也要有我自己的 生活圈子和空间 对 有时候需要帮忙 免费打工了 去给你免费打了工 很正常 带孙子是我自愿的 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对 挺好 不觉得累 也不觉得 人过来都是家庭 人过来都是后代 对 人家说家庭兴旺 他没有说家庭 都每个哪一个 说要求家庭不兴旺的 是不是 您有什么爱好呢 我呀 爱好也有 爱好我也想去爬爬山 在游泳 这个事出去旅游旅游 但是时间限制住我了 所以我就没这爱好了 孩子会长大 对 咱们把老人照顾好的前提下 还是要发展自己的爱好的 对 你说孩子大了以后 老人年龄再大了 或者找保姆或者怎么着 都好说 现在这个没法弄 可是 所以说 现在什么爱好也没了 您的想法还是大 是多大呢 如果十年以后 孩子是成年了 可是您也老了呀 他是这样 他成家立业了 我就什么都不再管了 假如说 摊着女朋友了 需要住一块 那住一块吧 给你一套房子 你家去住去吧 那时候 我要摘开来能跑 是不是 简单的东西 他会一点 因为稍微复杂一点 他不会 所以有时间生活上面 他不能自理 他生活能自理 我都能放开 十五了 是吧 还不能自理 你现在你说多大了 多大了 他这个事 只要你活着 他到八岁 他也是你孩子 是吧 显然这个问题 两个人好像 不是特别能达成一致 我没听错 你是说想出去旅游 他说还有孩子的问题是吧 对 聊了多长时间呢 首先觉得 就是聊个思念场 七八分钟吧 七八分钟 您觉得呢 五分钟吧 五分钟啊 在你这个范围里 多长时间啊 就是五分钟 我觉得女士多聪明 觉得聊得怎么样 挺好的 您觉得聊得挺好 最后显然 我觉得女士这个 谈到最后的问题 觉得有点失望 就是女的失望 有点失望 对 我觉得我的初衷 到这儿来就找一个 说大点 就是志同道合 就是能够玩得到一起 因为我的前提是 我的孩子大了 我的孙子都已经大了 您才五十四岁 孙子多大了 一岁 一岁 但是因为有姥姥姥爷爷 我们双方面看 所以我的时间 还是蛮自由的 我就总觉得 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 我自为现在还年轻 还是年轻 真的年轻 就是可以去外头走走 就是我现在 我也是抱了一个西沙的团 因为那只有中国人 能去的地方很自豪 就是说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去 这一趟是要多长时间 这个才五天 它只有五天 就像这种 比方说一周七天或十天 这样的一个旅程 你都没法保证吗 一次半次还可以 但是就是 你看她这她悠闲了 她没什么事 她一年可能再出去好几次 假设我一年都陪一次两次 也挺难的 是吧 对 所以这是吃的时间也都挺紧的 为什么就是 老人妈小孩妈 他们吃点苦 是吧 但是这个事多了不行 您好您今天把这个 生不生孩子这事 咱给否了 说未来不生了 现在又出现了 不能陪未来一半出去旅游这事 其实我觉得女士想的也没错 就是到这个岁数 趁着年轻多出去走一走 对对对对 这想法是对的 她做法是对的 还真是再过十年 您都七十了 您那会又说都七十了 还出去跑什么跑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其实找伴侣的女士 她们大部分 如果找这个年龄段的 大部分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对对对 然后很想过二人世界 把自己过去的这个小梦想 那个小梦想去实现 对 而您恰恰由于您的声誉比较晚 所以您就错层了 我们说为什么要西洋红 要携手看世界 她有个两个叫携手看世界 不是因为我去过我看过 不是这样 是我们俩一路走走停停 一边你有情我有意 对吧 然后一起帮助着 你照照相 我帮你照照相 她是一种情趣 不是因为你去过 她没去过 不是这样 王老师说的很很对的 对啊像我沐老师到处拍戏 哪都去过 然后如果她的爱人说 我们去哪哪哪哪 不去 我去过没进 必须去 对没进是你当年没进一个人 有工作有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两个人一家人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我觉得你们俩聊得挺好的 就是两个人的感觉 可能就到某一个话题上 就我本来我是拿了一个666 后来我一听我就换了 就晕了 因为 就是我们这位宋先生 他是说我的生活节奏不变 我依然每天买菜回家做饭 服侍老人培养孩子 找着一个伴加入我的团体 是这样吗 然后还按照我的节奏走 有这样的人啊 确实有这样的人 也大有人在 所以你也别着急 不好找 我觉得她去找一个外地的 孩子大的 然后能跟着她一起 照顾孩子老人的 适合 但是我们这位女士呢 她是有她的人生规划 是这样吧 她想我跟我同学张三李四一样 我们一起对吧 对吧 然后掺着 手挽手我们出去 所以不一样的期待和梦想 我能听出来 女士是愿意说 为对方去改变一些 就是付出 照顾什么都可以 但她心里也有一条线 就是我要趁着年轻 我要去看世界 我的宗子的 我现在就是说是 小孩到个二十岁 二十一二岁 我就可以放开手跑了 现在她十五岁 我放不动 你知道吧 你说出去花点钱 花点钱 那都无所谓是吧 这是无所谓的 以后二十一二岁 不行了 我这两天出去 出去几天 给大家帮忙招呼 招呼你姥姥 是吧 小孩弄招呼 现在小孩招呼不了 我现在我想走 我咋吃完也飞不动 也飞不了 所以实在自己知道走不了 我陪不了你到时候 我不能一直骗你 不是我实话实说 早点说出来 是不是 我觉得就我 还愿意给她负担点 结果她还不愿意 装修房子 我俩这个 这个两个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是实在是走不动 她趁年轻 现在在这 必须得想出去看世界 所以你说我俩 我怎么能拉得住 拉不住 其实我跟您说 比如说出去 像小燕说的 出去五六天 我花重金 请一个金牌保姆 照顾孩子五六天 让孩子感觉五六天的不一样 然后她回来再一对比 说我爸爸在的时候真好 她至少有个对比 然后小燕说了 您现在不去锻炼她 她到40 她也是这样 她就这个能力 你就是让她过几天 她自己知道 能学习到 我爸爸不在 我要自己做饭 我爸爸多不容易 她能想 能长很多知识 对不对 每一次来选择 都是我们 对过去生活的一个盘点 也是对一些想法的修正 那最后 您怎么决定 是留在台上 继续了解我们的二号女婿 还是在 我下去 决定了是吧 好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先回到观察室 好好 好 做完 第一印象还不错是吧 应该说是挺好的吧 就是她从电梯里头看到她 在底下看到她的时候 还可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她孩子太小了 我不想再重复一遍 就回去这样的相夫教子 这样的 而且并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我没有爱心 而是她这个年龄 正处在叛逆期 我没有自信能跟她 很好的相处 而且最可怕的是 那个不是她的母亲 而是她的岳母 孩子会拿我跟她亲妈妈比 老岳母会拿我 跟她的亲女儿比 等于说句大实话 对立面 一进去 我就是一个独立 就一个很孤独的人 我会面对很多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可能我的喜怒哀乐 都会在脸上 这个家庭我处理不好 我觉得我再看好她 她再喜欢我 我们俩在两情相悦 在这个鸡飞狗跳的 这生活里头 也会把这些情给磨了没了的 不要那样 这些孩子可能处在青春期 对对对 本来面对一个小孩挺难的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别人的更不行了更不行了 她分析得很到位 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这个很直爽的二号女士 张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布 什么劲 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三个 她是我的定心丸 爱人虽取亲情未了 喜欢高个子的男士 所以刚才对我们这个一号先生印象不错 一米八八 对对 是 她是我的定心丸 应该是您的爱人 是吗 对是我先生 我们俩是 我头一个工作 她就在那个单位 同事 对 同事 完了慢慢接触 就走到一起了 算是自由恋爱吧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她的工作 她生前是警察 最早的是在重文的防暴大队 工作呢 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点 后来合并了以后呢 也因为她的身体原因 就是给分到那个 冬花市 派出所 也是因为她的身体原因 就是干一些 就是领导也心疼她吧 就是杂活 就是没有规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 所以她的工作很杂 加上她身体的原因很累 所以家里的事情都是我 但为什么啊 感觉是您其实负担的事情 更多一点 她反倒是您的定心丸呢 我们俩 我的性格比较外向 就有点二 但是我先生就是一个 特别沉稳的一个男人 平时不怎么说话 我就是 算是那种窝里横 在外头总是 有点委屈也能忍 年轻的时候 但是回家之后 就见她就是委屈吧 跟她发脾气 就这样 是怎么摔盘子砸碗 然后插着腰吼那种吗 没有没有没有 合同是吼 那个不成就是冷战 就是反正我不高兴 一摔帘子 我就是不高兴 没有别的原因 你就得哄我 不 你就得问 又怎么了 那件事怎么了 那人不问呢 不问我不说 就一直吊着你 可笑 这有点像撒娇啊 撒娇 对吧 就是用我这种方式吧 你得关注我 对对对 那问题是 她哪知道是她 哪做错了 还是你在单位里 碰到什么事了 不不不 永远不会是她 有做错的地方 倒不会 我不是说 都这么崇拜她 或者怎么样啊 因为她在家里 要干什么 我都惆怅 我因为是公交调度员 就是一上班 就是24小时 我们叫隔日勤 休48 我上班这24小时 我就建议 要不给她们做好饭 你们回来热一热 要么你们就订外卖 或者是做最简单的速食 不要进我的厨房 因为她要做20分钟 我回来我得收拾小半天 所以家里有规定 是吧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她在家里 虽然外边是一个很厉害的警察 但回家就要夹着尾巴做人 不用不用 省着这媳妇就好了 不不不也不夹着尾巴 不是你打开 那你都规定了不准人进厨房 这还能怎么着 我只是这样说 我只是这样说 而且回来不高兴 啪 脸一掉 你还得问我 对了 一般情况下她都会知道的 都会知道 肯定是单位的不顺心了 或者在外面有什么不愉快了 不都已经调度不挺牛的了吗 她是公交公司一名调度员 我们公交调度员等于就是 真正有本事的人看不上 怂人你还真干不了 就是这么一个职业 几十年功龄 是她练就了看人的本领 因为你在一个站点 尤其是司机师傅的精神状态 你一定要仔细观察的 因为她掌握的方向盘 是义车人的安全 她从事金融行业 我们主要是实业统 比如说你盖一个化肥厂 或者一个工厂 你有一块地 你有厂房 你可能缺 差个三千万五千万的设备 这时候把我们请提供 她的择偶要求令人责舍 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呢 其他最好是干部家庭 就是她自己也要有学历 有干部身份 然后家里要是这样的背景 那样就最好 家庭她背景好一点 她就丈母娘就会简单 最终她能否如愿呢 精彩内容明晚为您播出 65岁的苏女士 晚年选择与子女一起生活 但 妈 我晚上加班不回去吃了啊 不一样